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他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 于是就在他当初盘作作画的这个地方 古藤树的旁边帮他筑了一座池来供奉他成为郭山庙 根据记载呢 广泽尊王是肉身成神 于是当地的人是用他的肉身 也就是我们所称他的大体 用古铜钱以及泥土加上香灰 把他身体用这些东西覆盖起来做成金身 也就是他的原始的第一尊神像 非常的大 那因为他是用古铜钱 覆盖全身 那所以他又有一个称呼叫做钱太宝 在他得到成神 主持供奉郭山庙之后呢 在当地的习俗是 一年鼎安 鼎安也就是他当初作画生天的这个地方 郭山庙 也就是我们后来所制的凤山寺 一年在夏安 夏安就是他当初呢 跟妈妈迁居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后来的四山公园里面的龙山宫 就是我们郭胜王的故居 一年鼎安 一年夏安 轮流供奉 每当要封银祭祖的时候 也就是在他得到升天之后呢 每三年他要前往父亲的墓 也就是他当初得到风水宝穴的这个地方 称为太王陵 要去封银祭祖 那因为他的神像呢 非常的壮伪 要八个人才有办法把他的神像抬起来 非常的大尊 当神像要祭拜他的父母的时候呢 都会发现他的眼睛里面还有泪痕 虽然是已经得到升天为神 但对人士的眷恋呢 对他的父母亲还是非常的孝顺 非常的不舍 在在的告诉了我们 国中府除了是大笑成神的孝子之外呢 就算升天成神之后呢 他还是一样克敬孝道 非常的孝顺 台湾各地有许多广德中王的庙宇 在我们桃园的大西凤山寺广泽宫 同时也是 主庙福建省南安寺 施山凤山寺 以及安西县卫正庙太王林驻台办事处 桃园的服务处 同时呢 我们桃园广泽会馆 也是我们传逸镇头 教授联谊推广的社团机构 赖名伟 歇同 大西凤山寺广泽宫 和飞扬调平八九五 与你一同公祝广泽宗 万寿无疆 圣诞千秋 保佑我们台湾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以上单元由台湾庙会情报局Live提供 集合全台各地庙会 及神明资讯的情报站 快上Facebook搜寻 台湾庙会情报局Live社团